回国休假 品尝了好多家乡西安的美食 这个柔软筋道 肉馅超级香的骨扎烧饼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今天就试着做起来吧 先来活面 300克清水中 加入5克干酵母 3克白糖 混合搅拌一下 500克普通中筋面粉中 加入5克食盐 和20克普通食用油 大致搅拌一下 用溶解后的酵母水 一点一点的加入 把它们搅拌到完全没有干粉 由于面粉的吃水情况不一样 可以用少量的清水加以调整 直到活出一个很软 但是不粘手的面团 下手大致搓揉一下面团 再清理干净面盆上的面屑 覆盖 让面团醒发至两倍大小 利用面团醒发的时间 我们来调拌肉馅 300克猪肉末 牛肉末也可以 加入花椒粉3克 五香粉3克 白胡椒粉3克 孜然粉6克 姜末和蒜末各20克 鸡精3克 食盐4-5克 辣椒粉8克左右 根据你个人的口味 适当增减 再加入5克老抽和5克蚝油 最后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90克清水 用筷子朝着一个方向反复搅拌 再放置10分钟 让肉馅儿充蒸入味 加入90克清水 每克一点点加 腌制式的肉入味 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 面团就醒发好了 瞧 柔软的面团 呈现出漂亮的大气孔 这时候取出面团 在案板上轻按排一下气 把它分成120克左右 一个的小面剂 这个配方 一共能够做6-7个 这样大小的土炸烧饼 小面团 要活得尽可能的软 分好之后 把它们用保鲜膜覆盖 让面团松弛5分钟 盘子上涂上薄薄的一层油防粘 取一个面剂 用手像这样把它压扁 扑开 大小根据你烙饼锅底的大小来决定 再舀上一大勺肉馅儿 同样用手把它们铺均匀 开火放一个平底锅 倒入和平时炒菜差不多的食用油 把饼提起来 肉馅儿朝下扣在锅里 就像这样 用中火慢慢的烙 直到饼子开始变色 大约2分钟左右 水饼翻一个身 再烙至1分钟左右 直到饼子完全熟透 变得比较轻 锅中放一点油 煎一个鸡蛋和一个火腿肠 再准备一些生菜叶 把烙好的饼子肉馅儿朝上 铺上生菜 放上鸡蛋 再放上一个火腿肠 卷起来就可以开吃了 一个柔软筋道 肉馅儿超级香的土渣烧饼 就这样做成了 这个好吃的土渣烧饼 外皮又软又筋道 肉馅儿超级的香 卷上青菜 火腿肠和鸡蛋 营养丰富 百吃不厌 在我的家乡西安 土渣烧饼 无论是做早餐 或者做晚餐 都非常的受欢迎 如果你喜欢 就赶紧动手试试吧 我是唐莉儿 记得订阅我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